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呢 兰州彭出生 人称彭高齐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彭高齐他的一生的传奇经历 彭盛他的出身应该我们现在算城市平民 家庭状况很一般 打小学过采访 也练过武术 那么他怎么走上向旗这条道呢 兰州虽然地处西北府地 但是下旗的人很多 在这个市场里边很多人天天下个彩旗玩个什么的 那么彭盛那个时候对这个好奇 就和当时兰州一些一流的名手交上活了 当然这些名手比当时彭盛十来岁时候要强 都能让他一个马 有一回彭盛跟一个外号叫八代王的人 这个人真名叫徐八 姓徐家里航八 人称八代王 他俩下棋 结果这八代王让他一个马 彭盛是连输两盘 这八代王就来气 说你小伙子跟我挑战 让一个马你都输这么脆 你这笨蛋 你太笨了 就骂他是笨蛋 隔了一段时间 彭盛有一次到这个菜市场上去买菜去 又碰着这个八代王 这八代王看着他想起 你不就输我那小伙子吗 哎呀你个笨蛋 连说了这么两次他笨蛋 彭盛这个自尊心的受到很大打击 说我就不服气了 我怎么下去就下不过你呢 一股狠心之下 他找了这位朋友 找什么呢 找石青雅去 梦入神机 朱香斋 向西埔 居中密 这些向西古埔 我把埔拿来 我自个研究 结果一看埔 彭盛才发现原来向西别有洞天 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招法 如此精妙的七招 开局终局残局 经过一年左右的锤炼 再和这八代王这些人交手 那可不是让一个马 就是分仙下 彭盛都占优 所以彭盛迅速成为兰州七谈一颗新型 没有两年功夫 二十几岁的时候 兰州的七谈他滑了遍 谁弄不了他 结果他就凭这个卫生 把日子过得不咸不淡的 好不哪去 也差不哪去 足以糊口 那么假如彭盛这么过的话 很可能这辈子也就埋没在兰州七谈 那么改变彭盛命运 让他名扬华北东北的 他命里出现个贵人 这个人叫王和生 很有文化这个人 骑走的也相当好 王和生是1925年回到老家兰州 他在外边上学那个时候 北京的清华大学南京大学 他都去读过书 而且曾经在北京的各高校里边 得过象棋冠军 在南京读书的时候 曾经和南京的名手万奇友下棋 两个人下平了 这万奇友不得了 万奇友当年和周德玉一起 代表过华东地区 迎战过华北地区的高手 这个水平也是江南第一流棋手 王和生能和万奇友下平 可见这棋力不得了 那么1925年 王和生回到兰州 回老家谋生 在兰州当地一个中学当老师 他扔不下象棋 没事就到兰州的市场 各个棋摊里转悠 就这么的认识了彭书胜 彭书胜一看 这个人棋力很高 咱俩下吧 王和生也觉得自己这棋 回兰州应该可以 咱们也是一流棋 没想到对彭书胜屡战屡败 下一盘输一盘 下一盘输一盘 合一盘都算不错的了 这王和生大吃一惊 说我老家兰州还有这等高手 想都没想到 于是两个人清心结交 就成了莫逆的朋友 关系处的非常少 王和生就说 你这等水平 我可和南京的一流好手万奇友 我都能跟他直播一阵 能下平 你这棋力要到江南一带 没有能赢你的 你比我好一块 就那个时候王和生都自认 彭书胜旗至少要好他两仙左右 所以当时王和生就蒙生个想法 你能不能走出兰州 到外边广阔天地 杂有作为 闯荡闯荡 就这么着 王和生出钱 彭书胜说 这样 咱就近 我先去北京 说就近 北京离兰州当时也挺远 他出发是1931年的春天 等到了北京 一个多月以后 北京已经快近夏天了 那么来到北京 王和生告诉他 你到北京去哪 去前面外 就是现在的宣武区 有个交子胡同 那会有甘肃会馆 这是1931年的时候 这个会馆已经向行业会馆转化了 你比方说山西晋商 专门有晋商会馆 但是各省的会馆 招待自己老乡 基本上还是免费的 所以彭书胜等于省了许飞了 就住在该会馆里边 这轿子胡同离天桥不远 每天彭书胜早上起来 就到天桥转悠 因为过去这下棋的人 基本上都在像天桥 这样的山谷馆地方 过去北京有句话 在天桥逛一趟 不是生意就是当 就这里头打把是卖艺的 耍猴的说像声的 耍周翻的唱戏的非常多 再加上做小宝贝的 那摆棋的人多数也在这 摆棋人分成两路 一类是属于摆残局的 就我就给你下残局 然后有彩金的 还有一类下全盘的 就真正的对异 这个人就不摆摊了 这个人往往在茶馆茶社里头 或者有专门的棋摊 因为这个水平明显要高一块 彭书胜就在天桥这些棋摊来回转悠了 他当然主要到那些下全盘棋的棋摊 有这么一天 他来到一个地方叫二友轩茶社 这里头有下棋的 彭书胜这棋水平高 忍不住看着下棋就支招 结果这里头有会下棋的 一听 这个人棋可了不得 水平很高 再下下试试吧 结果一下没有一个是彭书胜哥 甚至当时北京二路棋顶尖的人 来跟彭书胜下 都败的相当惨 说这么一看 你非北京的一六棋不能跟你抗衡 说北京一六棋当时谁呢 最出名的两个高手 一个叫张德奎 一个叫纳建廷 这纳建廷我们看兴着纳满族人 说这二位是北京最高手 过去有过孟文轩 说现在不在北京 后起之秀像谢小燃这些人 恐怕还不足以跟张德奎 纳建廷平起平坐 所以彭书胜就记住 北京张德奎纳建廷 就这么着 有这么一天 这彭书胜在天桥逛了 结果经过一个查社的时候 看门口立个牌子 叫国手纳建廷 手谈后教 这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查社请纳建廷来坐镇 你谁不服来呢 跟纳建廷下 你请纳先生下 下指导旗 你得给钱 说我不服他 你俩下挂彩 有彩金在 说这个茶馆都什么好处呢 你在这下弄完了 你喝茶 点茶你不得给钱吗 或者这彩金里头有抽头 所以那时候齐茶馆就靠向其微声 靠齐人喝茶以及采经过日子 纳建廷当时北京的大高手坐镇到这儿 彭书胜一看 我找你找挺长时间了 推门就进去了 正巧了那天纳建廷就在 纳建廷也听说了 说北京城来了个兰州的高手彭书胜 就这么一报名号 纳建廷说那下一盘吧 纳建廷平常跟人下 最少得让两先 碰着彭书胜他哪敢让 咱先下吧 头一盘就是你先 强龙不亚地头蛇 结果这彭书胜说 那我先就我先 彭书胜走先手 结果这一盘彭书胜 利用先手之力 杀法非常凌厉 很快把纳建廷给赢了 这周围看齐的人就互动了 这人这么厉害 把纳也给赢了 第二盘 纳建廷不甘心 利用先手 一开局就弃子抢功 可没想到彭书胜守得非常绵密 老虎咬刺猬 让你没定书下嘴 然后一点一点的 你丢一个子 这脸是就看出来 第二盘 下到一半反先 这盘又赢了 纳建廷连输两盘 这个事轰动了整个北京 说纳也输给一个兰州高手叫彭书胜 当然纳建廷不服 歇了两天之后 又邀请彭书胜来下 结果两人下了大概有七八局 纳建廷一局没开户 合了几局 输了几局 直到这事以后 当时称北京第一高手的张德奎 一听怎么着 纳建廷输了 好机会 因为高手之间他也较劲 你看你要输他了 我要把他赢了 说明我比你强多了 所以张德奎主动邀彭书胜 说咱俩 下几天 结果跟彭书胜下了有三四天 两人下了十来盘起 张德奎一壶没开 没赢着 合了一半输了一半 你想象北京城数一数二 这两个头盘高手 张德奎拿建廷 都输给彭书胜了 这下彭书胜的名气可就出来了 接下来 附近的高手听着了 你比方说沈阳的徐慈海 天军的钱蒙武 锦州的赵文轩 听着这事之后 乌央乌央的就跟北京来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张德奎 纳建廷互相交手 互有胜负 这怎么着 都让一个兰州彭书胜给灭了 而这时候彭书胜 我们说他1874年生人 1931年来 他已经57八了 这些人都在壮年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让个垂垂老翁给杀成这样 所以这些人都来想跟彭书胜交手 其中沈阳第一高手徐慈海先到的 徐慈海提出我要跟您下 说在哪下 在个棺材铺里下 这不在茶馆里下 在棺材铺里下 这徐慈海下棋有个毛病 就说就怕身边看的人多 有时候有点动静影响他思路 所以他不爱在茶馆里下 徐慈海说咱到棺材铺下 为啥 棺材铺没动静 就这么着 徐慈海当然旁边一会儿看着 跟彭书胜在棺材铺里 俩人下了棺盘棋 结果这棺盘棋成绩 徐慈海惨不忍动 怎么着 六负一合 输了六盘合了一盘 这徐慈海大倍吃惊 彭书胜棋这么厉害 后来徐慈海又请彭书胜下了棺盘棋 中间可能赢了大概有几局 输的时候多 总体算起来又多输了六七局 其中有一局徐慈海赢了彭书胜 把徐慈海乐他 当天晚上复盘把招都记下来 交给纳建廷 让纳建廷拿到北京的诗言报 一家报纸上在那发表 你看 就是把这一盘棋当作自己 我太厉害了 我居然能赢彭书胜一盘 后来锦州第一高手赵文轩 当时在天津上班请三天假过来和彭书胜下棋 当时赵文轩在华北东北一带齐名即胜 在选马赛当中曾经力压 纳建廷张德奎获得过冠军 结果跟彭书胜下棋 赢了一盘 输了两盘 合了一盘 多输了一盘棋 但点紧 他得回去上班去 没招匆匆忙忙走了 所以至此彭书胜和华北东北认识这些一流好手下棋 获得了全胜的成绩 谁也动不了他 而且更厉害的是 彭书胜当时和很多二路棋 或者一路里头差点的这样的棋手下仗子棋 也获得了极好的战绩 你看咱们北京有个著名的三小之一侯玉山 这个侯玉山在建国以后的第一届 下棋个人赛当中就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 那是北京的一流好手 和彭书胜下棋 让彭书胜让一个马居然大败亏输 咱们下面给大伙说说这盘棋彭书胜的棋丝妙想 侯玉山当年在北京算上一流棋手 他和谢小燃全海龙齐名 那么那个时候这是1931年 彭书胜在北京和侯玉山下的一盘棋 侯玉山刚才我们说是一流棋手 但是彭书胜可以让他一个马 即使让一个马 在盘面上看 彭书胜还要略略占优 这盘棋我们看是双方下的第二棋个回合 彭书胜让侯玉山佐马形成的盘面 那么这个盘面我们棋民朋友一看 彭书胜应该说直线手明显占优 关键是如何快速入局的问题 我们这时候就看出彭书胜棋 棋风伶俐快速入局的一些棋丝妙想 他当时走的是前鞠平五 直接用鞠杀相 这招棋可以算得上是石破天惊 侯玉山迅速就溃败下来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如果这个时候 黑棋假如说走向其进五去车 这时候红方后炮进五打向较将 黑棋只能一走鞠八平五去炮 我们这时候看到红棋非常明显的杀招 马尔金斯 挂脚没杀 这样红就胜了 假如不这样走的话 我们看还有第二种走法 就是当前鞠平五杀相 如果这个时候黑棋走鞠八平五 用鞠来吃红鞠的话 那么结果是一样的 后炮进五 把鞠较将 然后黑方向其进五去炮 形成这个盘面之后和刚才一样 红方还是照旧走马尔金斯 一样形成悲伤 所以经过三十多个会合左右 让红玉山一马 很快红玉山败血震来 最后红玉山对彭树胜的奇招妙想 佩服的是信服口服 所以这盘棋 这是1931年留线的彭树胜 让红玉山走马的一盘棋 你看刚才我们看了这盘棋 彭树胜的奇招是非常凌厉的 侯玉山被他让一个马还输了 心悦成福 侯玉山跟着彭树虚心请教 后来奇异提升的很快 当然在北京把这些好手划了个遍 他不甘心 他还想下江南到上海一事 因为上海那时候他也听说周德玉怎么厉害 后起之秀里出了一些什么人 像董渊 包括什么四小小剃头小上星小湖北这些人 所以也想到江南一事 正准备打点星庄走的时候 128事变爆发了 结果南北的通道给隔着了 彭树胜在上海又举目无亲 也不敢轻易就去 只能作罢了 所以江南都没到 何况华南 所以彭树一辈子的遗憾 是没有在自己奇异鼎盛时期 下江南到华南和那边的一流高手交锋 所以等于在北京一趟 后来就回到兰州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看乡》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欢迎继续收看象棋世界 接下来我们有请象棋特辑大师郭立平和奇邪大师李鹏 为您带来2013QQ游戏天下奇异 全国象棋甲鸡联赛的精彩对局 让我们有请两位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各位奇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象棋世界节目 那我们今天依然为各位奇友带来的是 QQ游戏天下奇异2013全国象棋甲鸡联赛的精彩对局 那么我们每一轮都会选讲 就是当轮比赛最漂亮的一盘棋 或者说最精彩的一盘棋 今天带给各位奇友的 就是两位年轻棋手的一盘较量 来自江苏居荣茅山队的象棋大师成名 对阵来自广东碧桂园队的象棋大师黄海霖的一盘棋 那成名呢也是在 威凯桂园整国一级棋士赛当中 就是一战成名 获得了冠军今生的象棋大师 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棋手 名字起得好 成名 对好 我们来看这盘棋 下的是马八点七 骑马局 黑方 进足 这是常用的对抗手段 那么进兵 马二进三 那么骑马局多半都是要布成先手屏风马的阵势 其实我都觉得挺奇怪的 就是成名为什么会下骑马局 因为感觉上这一路下法都是比较老城的功力 比较厚重的人才会选择这样的布局 但是这个布局最近高手下的非常多 有了新内容 对 所以上次的布局发展就是这样不断的推陈出现 引起了布局的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局面下 你别看 大家都以为飞向骑马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布局 但是这盘棋就真的 一从开始就火药味十足 一上来这五六步骑马上就开始 红方 平炮 黑方气象 红方气冰 黑方现在当然也有飞向的 平稳了 但是较为平稳 但是红方可以掌握主动 那么这盘棋 黑方选择了气象过足的激烈下法 所以黄海玲还是一个很有血性的棋手 对 因为我知道他平时特别喜欢看足球 对足球研究很深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足球场上的激情 那么这肯定是足球中是对攻 对 这样 打僵 七象 红方出击 黑方 先冲一下 先冲一下 那你马只能跑了 对 这时候黑方下了一个 那么红方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发挥底炮的威力 让这击炮能配合上 那就是想办法突破它这样的一个阵型 一个防御阵型 这个我们也经常说它是一个河头堡 对 调头堡 对 就是在这个河线整个把这个局面走得很稳正 你很难突破 你这马你攻击不到 你这炮就弄不走 对 但是红方有巧妙的突破手段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 冰九进一 你冲 好奇 它准备今后 这以后就是马七进九 这手段是这样的 马七进九一拱冰一拱炮就只能走了 对 这个手段其实是经常采用的 大家今后可以使用一下 可以借鉴 对 那现在黑方没给红方这时间 对 黑方在这个局面下 曾经有过局七进三的战法 但是相对要缓慢一些 对 那么这招棋我反正最早看见的是旅亲大师 旅亲大师在走 快马飞斗 那我估计有可能是广东队 对 有所研究 有所集体研究 所以成名赶走这个棋 还是有勇气的 有可能是送到枪口上了 对 这个炮而进二 炮而进二 炮而进二 进局桌 桌 那么曾经许云川硬过炮平一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那么这招走炮而进二 炮而进二以后有打 你登掉之后 这个局也是可以下通出来 所以也是有好处的 对 那么黑方马八进七 红方平边炮 把炮拉开 准备在今后的突破中能发挥作用 对 那么黑方先也是抢弓 对 这个双方对弓战特别好看 就是大家都在抢时间 看谁的速度快 对 足气平定 那么黑 红方 然后进六 这个马一腾出来以后 这个地方都是进攻的点 对 那么黑方也是不管不顾 越马出击 逼你的炮表态 打过来吧 肯定是打过来 反正你现在不敢吹 现在是因为你的黑马肯定是不能吃 若吃了被直接突破 马上逐方战斗 那肯定就能突破了 因为这一杀先是看着抽局 然后这马还能登进来 然后这边还抽着马 估计几步骑 那么黑方那边的策略 他那边的策略不是跟你战斗 他就顶住你就行 消耗你的进攻时间速度 在这边抢攻 他下了G9平8 那么红方现在也是 俩人是最强 真是着急 这个黑炮一拳底 也是这边又杀着象 这组也到位了 那么黑方现在当人不让 真精彩 这边很可怕 看的过程当中 这个组已经是兵临城下 完了又有双鞠底炮 还有盘和马 都到位了 这些黑方的子已经都够得着了 我们俗称攻击帅都够得着了 那么红方现在也别无选择 只能对杀了 这个棋也没得行 他的现在从头到尾 红方的策略 就是怎么能扑破你炮的对居的封锁 这盘境红方很纠结 因为这是他唯一进攻的方向 唯一的方向 但是黑方自从炮二战走到了之后 就觉得我这一次跟你对攻是可以抗衡的 走完这个之后 黑方这边这俩子都没动过 就一直是在这一侧展开 所以有的时候象棋这个精彩 这种取舍之间到底是哪个 这两个字基本对于黑方来说就牺牲掉了 就为了整体的攻势 转机下的真的特别好看 那么黑方在实战中也是积极的战斗 走了 杀底下 实际黑方有一个可能更稳健的选择 更简单一点 因为他这边的字实际已经够了 不用再去拼命的攻势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底下被攻 你守不住 你飞这个中下门人家足吃了 那更厉害 你马回来这足能冲下来 那就绝杀了快 就马上就绝杀了 所以说你这项守不住 你唯一有可能守住的就是以后边居把炮散了 对 往这边再展开攻势 你看这个棋红方边居自始终一直在这守着人家底炮 他这实际就准备 四季吃炮了 因为这个要不吃 今后很危险 太危险了 这个棋实际黑方要先走这个的话 可能要顽强一些 可能就这边更安全 然后我这边双居炮和这个组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我不用跟你叫迎骑不当事 我不用让你走出那么多棋来了 你这样的话你在往里蹦也没用 他退马在一灯边炮 这个再走 我可能这次以后再蹬一下 什么都没有了 我这边让你把这子吃了 我这边也够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肯定是杀不过 即便你吃了也是双居兵 那么黑方现在更加的凶悍 吓得太凶了 直接吃了 红方别无选择 吓成这下只有吃了 这事太有意思了 黑方也是 还有这个马 就是不让你鞠出去 这炮只要一让就完了 但这炮随时还有进攻的可能 我就防着你 但有的时候我可能还进攻 对 那么现在 红方 将军 在这里他打了两江 看了看形势 最后选择了一看 这边的防务还是很重要的 选择了平炮 他的意思就是今后你抽姜的时候 我切炮 你杀居属不是杀 因为我炮看着了 要不然他就 大家后边会看着 所以这个炮平到哪 也很有讲究 平到这其实是暗防着自己的比试 有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黑方上架 避开你这个 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你不避的话 不避你吃不敢吃 你吃他一江一杀 基本就决杀我 他还是想进攻 我吃马我快 对 那肯定 那么红方将平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把炮吃掉 那么黑方现在把马吃掉 把马吃了 红方现在还来不及吃马 因为吃完马这边就不行了 一吃马 人家一冲足 很简单 马上就决杀 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 那么现在红方走的也是很巧 打势 对 连销带打 又打狙又能翻回来 走 就把自己命贤一线的 这个感觉先救了 而且你也是残势残相 今后下残局 我可能还有机会 对 那么黑方走的 你先听红方还多一个 黑方走的也很巧妙 不让你打 这时候你不能知识 如果你知识的话 黑方有一个巧招叫杀 他不躲狙 他不能往下走 也不能往下走是没用的 那没用 打回来了 平开这是个杀 这是个杀 那么这个棋 你打狙 我一将 就给你砍势 杀死了 那么这个棋 红方只有砍炮 砍炮 杀掉 杀掉但现在是个杀了 刚才说了是个杀了 现在切识 直接抵一将军刺 之识 那么黑方进毒 红方吃马 这会得赶紧吃了 因为这个马肯定是丢了 杀掉 现在还是个杀 他赶紧将军 一将进来 还得用鞠去吃 不能拿炮打 如果拿炮打 黑方杀将 炮打 杀将 这是炮 杀是陈亚军 对 这就不行了 所以只有拿举斥子 杀一将 引老 再杀这个 对 红方 这个族很冰很厉害 保住 对 杀冰是杀骑 黑方一退 红方 武士 黑方平 这时候红方失去机会 他应该平居 你再打将 把炮缩回来 可能这个骑还很安全 但这个时候他退炮了 走出来了问题了 对 一将 这时候不能落室 如果落室 他一杀 一杀你知识 我再回去 就居转回去 平中 平这边都是杀骑 所以只有对居 那么对居 对掉 杀掉 杀 那么还得赶紧进去 完了 黑方先手把兵吃掉 这样变成居兵 对双炮伤势 那么他退炮 对 这样一件合不了了 对 抓一下 一平 又一抓 准备将军吃炮 受不了 又平开 然后黑方过足 红方赶紧把炮 平 对 黑方过足 红方过兵 过兵 黑方将军 兵炮 再捉兵 把兵又捉住了 连抓两步 先把兵抓低 再捉 然后平足 红方一看这兵没什么用 还是把炮锁回来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冰就丢了 那么他平中炮 这个先吃了 先吃掉 那么红方之势 这个棋 红方这个棋 实际 现在是梳棋了已经 这个棋 它也只是顽抗而已 现在 完了 拱 补 冲 完了是 出来 完了它贴 这时候红台桥 你要拱我一只 合了 但人家不拱 就让开了 所以这就是残局的庙处 有时候你多吃一个子 下到这 因为老将出去了 黑的也来个庙子 给你 你打包 你要一打 打两江 中式挖掉了 一去中式就赢了 对 那么红方现在没有办法 只有让开 完了 黑足 那还是想进来吃你中式 对 那没辙 现在 一冲 先抓一下 抓你平 先抓一平 一冲 下到这 红方一看 黑方下一招有G8平五 对 无法应付 对 那么一族换双式了 对 下到这 红方就认负了 这也是一个精妙的实用弹局 这盘精彩的对局 也是带给大家 因为比较好看 有兴趣的亲密朋友 也可以细细拆解其中的奥秘 那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 感谢郭丽萍和李鹏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评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细说楚和汉界品味人间万象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观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 观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 观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